元宇宙时代 金像云 第五章 元宇宙形态之四 虚拟世界 新世界家交流家 玩乐等于虚拟世界 终于 我们来到了第四大元宇宙 虚拟世界 在增强世界元宇宙中 我们通过在现实的基础上叠加虚拟图像与事物 或者套用奇妙的世界观与故事逻辑 创造出了新的世界 在生命日志元宇宙中 我们通过文字或图像等各种形式 分享各自对生命的记录 相互鼓励 镜像世界像一面镜子一样 把真实世界搬进了元宇宙 并能够让我们拓宽真实世界的边界 用更高的效率实现更多的目标 最后一种元宇宙 即虚拟世界元宇宙 完全是由真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全新世界组成的 虚拟世界元宇宙是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 生活在这里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空间 时间 文化背景 人物类别与社会体系 这容易让人联想到 尤瓦尔赫拉利所著的 《未来简史》中第一章的内容 人类追求永生不老和无尽的快乐 希望成为具有神性的人 在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这些新世界中 人类与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角色共同存在 可是 现实世界已经足够纷繁复杂 总有做不完的事情等着我们 又是什么吸引人们 不辞辛劳地聚集到这些虚拟的世界中来呢 在虚拟世界中 人们并未以真实样貌是人 而是通过虚拟形象存在的 这样做的吸引力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 人类热爱探索 当我们徜徉在虚拟世界中 看待其中的世界观 人生观 运作规则 故事情节 地形构造以及物品设置时 总会有一种科学家或探险者的心态 希望能获得新奇的体验 其次 人类喜欢交流 在虚拟世界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真实世界中的老友 也可能与素媚平生的路人谈谈一二 在交流的过程中 我们对故交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与真实世界中的陌生人成了朋友 最后 人类喜欢成就感 当我们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 完成一件事或获得一些成绩时 我们能体会到一种成就感与自豪感 在虚拟世界中 人们可以收集物品 积累数字资产 也可以追求获得更高级别与权限 当成功劝说其他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 按照我们的意愿共同达成一个目标时 我们会感受到巨大的喜悦 广义来看 虚拟世界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游戏类的 另一种是非游戏类的 广大游戏玩家耳熟能详的 魔兽世界 堡垒之夜 天堂等游戏 都属于游戏类的虚拟世界 在具有比赛性质的虚拟世界中 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 相互竞争或相互合作 目的在于决出胜者 或达成共同的目标 还有一种社区类的虚拟世界 比如罗布勒斯 Roblox 与第二人生 这种类型的游戏目的 在于为不同的人提供 可以一起活动 一起交往的场所 我们在本章后面的部分 会更加详细地研究 魔兽世界 堡垒之夜 罗布勒斯 虚拟世界中的人群 普遍比真实世界中的人群年轻 年轻一代对虚拟世界 表现出的喜爱 常常令一些长辈或家长 感到困惑甚至担忧 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孩子 非常享受这个元宇宙时 更是如此 他们会说 你在现实世界中 也可以体会到探索的快乐 沟通的乐趣 获得成就的喜悦 为什么一定要去虚拟世界 当然 虚拟世界中并不是只有孩子 我在给学生家长做讲座时 有时会被问到一些 控诉另一半的问题 我家那口子 下班一进家门 就钻到游戏中去了 一个成年人 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 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 进入虚拟世界的原因 是相似的 因为在现实世界中 人们的猎奇心 沟通 欲语成就感 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 都没有得到满足 学校的孩子们 什么时候能体会到 探索的乐趣呢 尽管他们每天 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但我们忙着 给他们脑中塞满信息 却没有给他们时间 彻底钻研每一点知识 工作之后 有多少成年人 还常有探索的机会呢 他们忙着优化自己的工作 忙着提高客户数量 销量 工作效率 忙着改善种种绩效指标 他们太忙了 我们每年可能都会 抽一个星期出去旅行 但由于身心疲倦 很难有精力在所到之处 再去发现什么新奇之物 对一路埋头向前的人 或是一路按部就班的人来说 其实并没有多少 探索新事物的机会 交流互动同样也是一个挑战 在工作中 我们每天要参加很多会议 接打许多电话 还要回应各种通信软件上 多到令人发指的信息 但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真正进行过充分的交谈 孩子们虽然每天大部分时间 都在学校 与朋友们在一起 也做一些课外活动 但他们看到的都是教学材料 听到的都是老师的声音 下次从工作单位或学校回到家时 问问自己 我对自己今天与人交流的情况满意吗 满分十分 给自己打一个分 然后再问问自己 今天我最享受的社交活动是什么 如果出现在你脑中的 只不过是与同事在茶水间的几句闲聊 或是在校车上与伙伴的短暂交谈 或许我们还需要一些 其他形式的沟通 你觉得你为学校或工作单位成就过些什么 在孩子们眼里 什么才是学校评判他们成功的最高标准呢 考试成绩 在校排名 获得的荣誉 这些已经成为评价体系的一些基本标准 可即使是这样 也只有在这些方面表现抢眼的人才会得到认可 在工作单位 我们付出的哪些心血 对组织与公司是有意义的 很多时候并没有清晰的界定 更别提我们付出的努力 很少得到应有的认可 人生中最重要的许多年月 我们都是在学校与工作单位中度过的 然而想在其中找到成就感 确实那么难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 缺失的探索机会 交流深度与精神满足 并不见得一定会在虚拟世界中得到弥补 但是有一些探索 一些交流 一些成绩的取得 只能通过虚拟世界来完成 而且很多事情在虚拟世界中发生的效率 要比在现实世界中高 与此同时 在现实世界中 探索 交流与成就感的体验 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提高 如果你想知道 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虚拟世界的体验 对我们能有什么意义 这正是我在本章 想要解释的问题 虚拟世界已经与真实世界 并行存在了 我们将会讨论 现实世界中哪些不足需要由虚拟世界来弥补 也会探讨 虚拟世界原宇宙在现在与未来会是什么模样 少年野蛮人的游乐场 有人担心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人会有暴力倾向 因此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 在虚拟世界的某些游戏中会表现的行为暴力 无所顾忌 其实 每个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张牙舞爪 不计后果的时候 人类大脑的鹅皮质区域 需要20-22年才能成熟 这个区域位于人的额头后方 掌控人的冲动 负责时间规划与管理 让我们能够有批判性 有逻辑的思考 同时 他还参与制定我们的目标执行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负责思考 并在计划实施之前 对我们的语言与行为进行过滤 然而在孩童时期 人类的鹅皮质区域并没有发育完全 所以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 有时候他们表现的暴力冲动 做事情没有章法 也是正常现象 我们再来看一看多巴胺 高丸素 皮质纯等与人类情绪相关的激素 多巴胺与刺激相关 它在人身体中的含量 在出生后的20年间不断增加 这就意味着 在20岁之前 人会一直想要寻求更大的刺激 高丸素与支配行为相关 它在人体内不断增加 20至30岁达到顶峰 男女都是如此 随着高丸素水平的升高 人们想要通过力量 赢过别人 或压制别人的意愿 也在不断提高 当多巴胺与高丸素的水平 达到顶峰之后 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 而与均衡相关的皮质纯 则与这两种激素的规律 恰恰相反 皮质纯主要在人们情绪失衡 或处在压力之下时分泌 起到快速稳定情绪 保持均衡的作用 然而 孩童的皮质纯水平 在他们20岁之前是一路下降的 也就是说 在孩子长大之前 他们根本没有保持 情绪平衡与稳定的意愿 初高中阶段的孩子 激素水平可以总结如下 一方面 不断提高的多巴胺水平 促使他们不断寻求刺激 同时由于无法控制体内 不断增加的高丸素 当与人发生冲突时 他们往往会诉诸打斗的方式 求取胜利 另一方面 由于体内的皮质纯水平较低 他们并不在乎这种刺激因素 与战斗欲望 会导致自己处于 情绪失衡与不稳定的状态 在初高中的年龄 人类的大脑与激素都不够成熟 所以可能会导致他们 有一些不安定因素 在汉斯格尔格豪塞尔 Hans Georg Kassel 所著的大脑面面观 Brainfield 含一本名为 《大脑与欲望揭秘》 一书中 作者描述孩童的大脑与情绪状态时 用了这样一个词 少年隐瞒人 听起来或许有些苛刻 但事实上 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类比 因为他们是一些年轻的小野人 在为人处世与身体发育上 都没有完全成熟 因此孩子总是 对天对地四处寻衅 在虚拟世界中也是如此 在这里 我并不是想说 孩子的这些行为 既然都是油激素与大脑发育的原因导致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 相反 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导致儿童暴躁与鲁莽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他们进入过虚拟世界 无论在现实世界 还是在虚拟世界中 这个阶段的孩子 像橡皮球一样 随时会向不知什么方向的危险蹦去 在这两个世界中 我们都需要紧密地观察孩子 关心他们的状态 以免他们出现情绪失衡 犯下一生难以弥补的严重错误 有一种情况极为罕见 但确实出现过 有一些被丢在野外 或从囚禁中获救的小孩 一直处于与其他人隔绝的环境里 不管他们会不会像森林王子中的莫格力 一样能与野生动物交流 这些孩子回到文明社会中 学习人类的语言时都异常艰难 人类的大脑在出生之后生长非常快 在前三年重量会增长一公斤左右 在这段时间 在蛮荒之地长大的小孩的大脑 还没来得及学会人类的语言 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 就停止发育了 在处理孩子与元宇宙关系的问题上 我们应当从上述事例中吸取教训 有一些家长会把智能手机或电脑 丢给年幼的孩子 允许他们每天看好几个小时YouTube 或玩网络游戏 但我们绝对不可以 在孩子还没有学会 如何在真实世界中与人交流的情况下 就任由孩子进入元宇宙 就像从野外救回来的孩子一样 常年泡在元宇宙中长大的孩子 会发现自己几乎无法与人 在现实世界中交流 最终逐步陷入绝望与孤独 未来一定会出现 更加多元化的元宇宙 其中的社交与经济活动 也一定会不断得到丰富 然而 无庸置疑的是我们的孩子一定首先要学会 在真实世界中行走 在前文中 基于孩子的神经系统与激素的特点 我们把他们描述为少年隐瞒人 家长和老师 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有识会撒野的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 还没有学会与现实世界中的人得体的交流与互动 只表现出对虚拟世界的兴趣 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以为人父母 我建议你想一想 你与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交换关系 另一种是共享关系 交换关系是人与人之间 具有交易性质的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里 不同的人为了达到某个目标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举例来说 如果人们之间是点头之交 或者是需要商业合作 或者是为了项目能拿到好成绩 需要与团队进行合作 这些人际关系都属于交换关系 而共享关系 是由有意与挚爱连接而成 这样的关系 不是为了取得成就或获取利益 而是一种在意对方幸福与快乐的关系 想一想 你与自己的孩子之间是哪种关系 你觉得父母与孩子 老师与学生之间必定是分享关系吗 如果一种关系建立在信任 依恋以及强烈的心灵相通上 无论这两个人的社会角色是什么 这种关系都可以成为一种共享关系 关键在于要给予爱 形成依恋 有一种掌控人类双向情感的重要激素 叫催产素 它能让人们感觉亲近 更容易接纳别人的思想与行为 也能帮我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从而解决问题 但如何才能产生大量催产素 实现这样美好的情景呢 你需要在肢体上与思想上 都能常常向对方温情地表达你的情绪 如果你们是一家人 你每天都可以多拥抱对方几次 告诉对方与他们在一起 你很快乐 如果做错了事 你应该真诚地道歉 如果心存感激 你应该说出来 并身体力行地表达谢意 有时候即便你已经全心全意地 表达了你的感受 对方也可能没有完全感知到 但是你不能指望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就让对方理解你 那些压抑自己全部情绪的坏小子 或硬骨头 其实只是傻孩子而已 傻在不懂人情事故 不善言说喜怒哀乐 有时候大众媒体会把坏小子 塑造成令人喜爱的形象 但在现实世界中 压抑一个人的情感 绝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希望你能习惯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与其担心该如何兑现 给孩子的承诺 或者纠结于孩子实验之后 应给予什么样的惩罚 不如更加关注 如何与孩子建立一种共享关系 与孩子心灵相通 一旦建立起这样的关系 你便无需那么担心 自家的那个小隐瞒人了 超人的乐土 英国哲学家及政治学家约翰·洛克 把人类比作一张白纸 在他看来 人类出生时 思想犹如一叶空空的白纸 随后人类用怎样的一生 来书写这张白纸 最终就形成了怎样独特的自己 与之相反 柏拉图却认为人类是带着 先天知识出生的 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 柏拉图称我们的今生 是由前世决定的 他认为在前世追求过真理的灵魂 能够获得在今生成为艺术家 或音乐家的最高奖赏 而前世未得圆满的人 会在今生成为皇室成员 政客或哲学家 有趣的是 柏拉图自己就是一位哲学家 而非艺术家 可他却认为 具有不洁创造力的艺术家 与音乐家才算得上 人类的最高成就 再来看弗里德里希尼采 对理想人类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 叫做超人 Burmanche 字面意思是超于人 不过尼采所说的超人 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超级英雄 而是像他的字面意思一样 指的是超越了自己的人 他们摆脱了 当下社会运转体系的约束 不受常规社会伦理的制约 能够充分地表达自我 并创造无限可能 这样理想的人类 能够挑战现状 战胜危险 尼采认为 要想成为超人 需要经历三次蜕变 按顺序来排 依次是骆驼阶段 狮子阶段与孩童阶段 骆驼一生都背着重重的负担 它代表着 遵守社会既定规则 符合社会预期的人 他们过着顺从的人生 在沉重的负担下 抬不起头 狮子会使用锋利的爪子 缝佛杀佛 缝祖杀祖 它一路扫除前路的阻碍 获得不断向前的动力 尽管它可能并不知道 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但狮子有这样的勇气 去挣脱传统的束缚 孩童象征着天真与纯洁 它们对骆驼与狮子的经历 没有任何偏见 很快会忘记 不开心的记忆 它们喜欢自己制定游戏规则 并乐在其中 也会无条件地 接纳自己的生命体验 像享受游戏一样 享受自己创造的人生 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像艺术家与音乐家一样 按照自己的心意 创造新奇的事物 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是像骆驼 狮子还是孩童一样 在生活 在虚拟世界中 人们总是在追求新意 它们参与新任务 获得新物品 设计新战略 如果尝试失败 也不会绝望 因为在游戏中 它们可以读取存档 并继续游戏 在尝试新的战术 以求取得胜利 它们只是简单地 享受创新的过程 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 尽情地追寻新奇的事物 而不必背上苛责与失败 可能带来的负担 在虚拟世界中 我们成了狮子 尽管虚拟世界中 也有长期的管理制度 执行统治的强劲力量 但我们仍然能以自己的方式 像狮子一样去反抗 破除万难 与此同时 我们像孩童一样 心思成名地一起玩耍 游戏输了 或是进展不顺利 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很快就忘掉 它继续玩耍了 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人成了柏拉图眼中的 高级人 与尼采眼中的超人 有的人会贬低 虚拟世界的价值 因为他们认为 虚拟世界中的活动 对现实世界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 与在真实世界中一样 一个人在虚拟世界中的 全部选择与活动 同样构成了 这个人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我们读书的时候 虽然没有直接移动身体 触摸食物 却从间接的体验中 学到了很多 同理 我们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获得的体验 与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 是相辅相成的 在游戏美国陆军 America's Army中 有一个需要玩家 扮演医疗兵的培训任务 有一天 一位名叫帕克斯顿的玩家 在高速路上驾车时 恰好遇到前面的一辆SUV翻车 看到事故的人们 纷纷围了上去 这些人惊恐万分 但没有人采取恰当的措施 帕克斯顿想起了自己在 美国陆军游戏中 作为一名医疗兵救人的情景 于是他鼓足勇气 把受困的乘客 从轻腹的车里拉了出来 并采取了一系列 紧急救治措施 还把伤者的胳膊举过头顶以减少出血 最后 这名玩家对伤者进行了安全的看护 直到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2017年 一位79岁的老人 驾车行驶在爱尔兰的街道上时 失去了意识 在他昏倒的时候 身体向前倒去 一只脚卡在了油门踏板上 这位老人11岁的孙子 也在车中 坐在他的旁边 小男孩一只手摇着爷爷 试图唤醒他 另一只手抓着方向盘 躲避可能撞到的障碍物 慢慢地把车速降下来 直到最终停下来 小男孩说 情急之下 他想起了 玩驾车游戏时的感觉 最终冷静地做出了反应 2001年 天堂游戏的一名玩家 遇到了一个紧急情况 他的一位家人 在生小孩的时候失血过多 生命垂微 这位母亲的血型是 ORH阴性O型血 很难找到对应血型的捐赠者 这名玩家想到了自己在 天堂中常常碰到的其他玩家 于是他登陆游戏 留言说明 家里的亲戚急需书写 他并不确定会有多少人响应 因为游戏中的伙伴 在真实世界中并不相识 他只能尽力一世 天堂的开发团队 在游戏中针对这份需求 发布了正式公告 之后短短五分钟内 就有人提出要去为这位母亲献血 天堂团队 专门为这位献血者独创了一个武器 名叫生命之剑 还有不计其数这样的事例 向我们展示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 千丝万缕的联系 诚然 虚拟世界中的体验 对现实世界产生的影响 不一定都是正面的 但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即便在真实世界中 我昨天的经历 有可能是照进今天的一道光 也有可能是笼罩今天的一团埋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创造一个这样的 虚拟世界元宇宙 它能给我们提供绝妙的体验 并让我们的真实世界充满光彩 心理模拟平台 如果把一群学生分成三组 要求A组的学生想象自己为了准备一次考试 而勤奋学习 要求B组的学生 想象自己在位已经取得的好成绩庆祝 对C组的学生没有做特别的要求 你觉得 实际考试结束之后 各组的成绩会是什么样 在这种实验方式下 A组学生的考试成绩 明显好于另外两组 B组与C组的成绩则不相上下 接下来 请一些学生写下他们目前所经历的焦虑 通常学生们写的大多是来自学习成绩的压力 或是与家人或朋友关系不够融洽的压力 现在我们把这些学生也分为三组 做一个类似的实验 我们要求A组的学生想一想导致压力的原因是什么 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有哪些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以及他们感受到了哪些情绪 对于B组 我们要求学生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压力都烟消云散 自己会有多么舒适 同样 我们不对C组做任何特别要求 一段时间之后 三组学生接受了压力应对能力的测试 A组学生面对压力时 会确立各自的应对方案 展现出的压力处理能力也大大提高 B组与C组相比 测试结果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些心理模拟实验中 我们把A组采用的方式称为基于过程的模拟方式 他们在想象中对任务意图进行了解读 并预演了执行过程 B组采用的是一种基于结果的模拟方式 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想要达成的目标上 可以看出 基于过程的模拟方式 对取得积极的结果大有助益 在虚拟世界中 我们需要接受各种全新的挑战 学会与不熟悉的人打交道 与产生误解的老友达成和解 我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这种体验与心理模拟实验 产生的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处 此外 我们很容易通过观察其他人在虚拟世界中的行为 进行学习 比如 我们会观察别人 运用了什么战略才完成了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人起冲突之后 别人是如何妥善处理的 发现新物品与心领地时 应做出什么选择 通过这样的观察 我们获得了更大的自信心与更强的执行力 这种通过观察进行学习的过程也被称为替代性经验 与在现实世界中一样 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替代性经验对我们的帮助极大 我们看着别人经历挑战 不断尝试与犯错时 会与自己进行横向比较 经过消化余处理后 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虚拟世界的优势 在于替代性经验与同类事物的横向比较来得更快 内容更多元 刚刚我们讨论了心理模拟与虚拟世界的关系 以及在虚拟世界中 通过观察获得的替代性经验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化地为牢 一整天都待在虚拟世界中 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 同样还是把实验对象分为三座 A组去公园附近游玩 不过需要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去 B组在一间屋子里走动 需要盯着一面白墙看 C组只需要静静地坐在一间屋子里 之后 我们再去考量他们的创造力时会发现什么差别呢 结果B组表现出的创造力最强 尽管他们只是盯着一面白墙 没有坐着轮椅去看公园中美丽的风景 但似乎动起来就有助于提高创造力 与静坐在屋里的C组相比 去公园中看风景的A组表现出的创造力更胜一筹 这个道理听上去平淡无奇 但要知道 我们的大脑与身体是紧密相连的 当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时 就可以激活与唤醒大脑 是的 我们可以享受虚拟世界带来的好处 但积极地参与真实世界才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不二法门 魔兽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时代之前的瘟疫大战 概括来讲 人类的大脑喜欢追求三种情绪 支配感 刺激感与平衡感 所谓支配感 是我们在战胜别人 赢得比赛或发号施令时所体验到的满足感 刺激感与探索发现有关 一场全新的视听盛宴 一段陌生的旅程 一个新近结交的朋友 都会带来这样的体验 平衡感 是人将自己置于一种稳定状态的需求 是人在遇到危险 恐怖与不确定性时趋利避害的本能 简单来说 我们进入原宇宙 特别是虚拟世界的原因 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 没能充分感受到上述三种情绪 我们来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不同的交通工具 在我们的大脑中产生的情绪不同 从功能上来看 它们的目的 都是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 然而我们骑自行车 乘公交车与驾驶一辆敞篷跑车时的体验 却截然不同 乘坐公交车时 我们想到的是 公共交通系统的持续性与到达目的地的高效率 因此体验到的是平衡感 但开跑车时 我们感受到的是 一切尽在掌握的支配感 伴随着酣畅淋漓的刺激感 与出尽风头的快感 你的爱人或伙伴 就算每天在上下班路上已经开了两小时车 回家之后 也喜欢在晚上过一过赛车游戏的影 就是因为他们希望 体验刺激感与支配感 而不是平衡感 但是 人们在游戏提供的虚拟世界中 并非只是无节制地追求刺激感与掌控感 有时人在虚拟世界中经历的一切 远比在真实世界中更加动人 更加高尚 为此 我想来讲一个发生在 魔兽世界中堪比电影大片的故事 魔兽世界通常简称为 网 是游戏英文名 World of Warcraft 的首字母缩写 它是由游戏开发公司暴雪娱乐 Blizzard Entertainment制作的一款大型多人游戏 同样出自暴雪之首的 还有星际争霸 当年正是这款游戏催生了韩国的职业游戏产业 魔兽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元宇宙 2004年首发 直至今天仍在运营 并且依然深受广大玩家的喜爱 在这个虚拟世界中 有13个种族 12种主要职业 在地理区域上 整个魔兽世界由爱泽拉斯大陆 外域与德拉诺等大陆板块组成 游戏中的总陆地面积 据估计至少比韩国的总面积还要大 在游戏的巅峰时期 世界各地有一千多万名玩家 被吸引到这个元宇宙中来 2005年9月13日 一个巨大的威胁逼近了魔兽世界 有一个名叫哈卡的灵魂剥夺者出现了 这个怪兽首领 可以通过一种病毒感染 进入某个区域的所有玩家 被感染的玩家会不断掉醒 直至死亡 幸运的是 这种病毒仅会在某个特定区域出现 一旦离开这里 这种疾病效果就会自行消失 然而一个漏洞出现了 在魔兽世界中 猎人职业有一项技能 可以驯服野生动物 并把它们当作宠物带在身边 问题的源头就在这里 猎人玩家带着宠物 从哈卡的领地出来之后 就自行痊愈了 但宠物没有 离开哈卡的地盘之后 宠物身上的病毒效果并没有消失 它成了病毒携带者 迅速把整个疫情蔓延到游戏中的其他区域 当猎人进入主城时 宠物身上的病毒感染了身边的其他玩家 甚至NPC 非玩家控制的角色 这些角色是为了游戏设定与故事逻辑而存在的 但它们是由计算机算法或人工智能控制的 玩家无法左右 被感染的NPC让整个局面雪上加霜 许多NPC的设定是自己会不断回血 不会死亡 由于玩家常常需要与这些不会死去的NPC接触 大量玩家成片的被感染 整个元宇宙在这场瘟疫的肆虐下陷入了混乱 魔兽世界中的玩家开始组织自救 各司其职 扮演治疗者的各种职业 开始免费治疗被感染的玩家 一些玩家组成了志愿军 带领人们逃离感染人数众多的区域 同时封锁了疫情的重灾区 阻止里面的人离开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治疗者与志愿军玩家被感染 但也有一些人借机兴风作浪 唯恐天下不乱 有人故意把别人引到感染区 有人在明知自己被感染的情况下 故意前往人群密集的地区 还有人把无用的药剂卖给别人 声称这是治愈疫病的良药 突然有一天 虚拟世界中的这场瘟疫戛然而止 暴雪出手了 这个元宇宙的运营商 直接修改了怪兽哈卡的参数 以避免这个问题再次出现 一场风波就这样归于平静 受这个事件启发 以色列的传染病研究员 传染巴黎切尔 Randy Belliser 在医学期刊 流行病学 Epidemiology上发表了一篇主题为 虚拟世界中传染性疾病的发端 与传播的论文 许多媒体也对 魔兽世界中的这场风波展开了讨论 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甚至向暴雪求取此次事件的数据记录 用于传染病的研究 读完魔兽世界中哈卡病毒的故事 你有何感想 这一幕 在2020年被新冠肺炎疫情撼动的现实世界中似曾相识 很多人做出牺牲 投身到抗击病毒的事业中 也有人利用这种混乱中饱私囊 大发不易之财 我们的社会体系 需要如何进步才能阻止与战胜传染性疾病 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 需要如何承担自己的职责 约束自己的行为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需要搜寻大量史料 其中也应包括书写在 《魔兽世界元宇宙》中的那些历史 罗布勒斯元宇宙 儿童主宰的世界 第一眼看上去 罗布勒斯与我们在镜像世界 那一章中探讨过的 《我的世界》有很多相似之处 与《我的世界》一样 罗布勒斯也是一款沙盒游戏 它是由戴维巴斯祖旗 David Bashaki 与埃里克卡塞尔 Eric Castle 成立的《罗布勒斯公司》 在2004年创建的一个元宇宙 《我的世界》的核心理念 是像拼乐膏一样 使用不同种类的方块 来搭建自己的世界 就像我们在镜像世界那一章所讲 许多人可以在《我的世界》中 重新建造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建筑 场所与物体 与此类似 罗布勒斯中的玩家 可以使用一种叫做 罗布勒斯工作室的工具 自行创建各类游戏 比如射击类 策略类 以及沟通类游戏 在《我的世界》中 如果购买了这款软件 你就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世界 不受其他条件的约束 罗布勒斯与此不同 它有自己的货币体系 叫做RobuxB 用户可以用真金白银 购买RobuxB 也可以在罗布勒斯元宇宙中 赚取RobuxB RobuxB可以用来装饰自己的角色 或购买各种配饰 也可以用在其他玩家创造的世界中 购买那里的物品 2019年 罗布勒斯的用户数 达9000万之多 到2020年 用户数已经突破1.15亿 这款游戏的主要用户 是6至16岁的青少年 在美国 半数以上不到16岁的孩子 都会玩这款游戏 罗布勒斯平台上的用户数量 比美国其他以青少年 为目标客户群的公司都要高 2018年的数据显示 美国13岁以下儿童 在罗布勒斯上花的时间平均 是在YouTube上的2.5倍 是在网飞Netflix上的16倍左右 孩子们在游戏中 同时具备多种身份 他们可以进入 其他用户创造的世界 成为其中的玩家 也可以是一名创造者 搭建空间 供其他玩家来玩耍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通过自己的想象 在这个元宇宙中 建造自己的虚拟世界 还能把自己搭建的世界 向其他用户开放 由此赚一些钱 甚至有的孩子 已经在一年的时间内 赚到了上百万美元 还雇用了员工 帮他来打理自己 急速膨胀的新兴帝国 罗布勒斯与社交媒体 参见第三章 也相互关联 孩子们进入对方的世界 一起玩耍时 会建立友谊 在平台上 互加好友 一起聊天 然而有一些成人 会潜入 这个孩子们的世界 带去一些问题 在澳大利亚 曾经有个成年用户 给游戏中的未成年人 发送了许多 带有色情性质的信息 也曾有人在其中发布过 代表纳粹主义的 万字符图片 上传过粗俗下流的图像 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由警察 检察官与法院 对这些问题进行管束 但是在罗布勒斯这样的 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并没有具有 绝对法律职权的 权威组织机构 当然 元宇宙的运营公司 首先会持续地介入 阻止这种问题 并且会在问题 真的出现时 通力协作 快速响应 处理虚拟世界中的问题 有两条原则 第一 如果用户违法了 虚拟世界中的规定 他们会在一段时间内 被禁止参与 元宇宙的任何活动 也有可能 被永久删除账号 第二 如果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出现的问题 已经触犯了 真实世界中的法律 这个问题 将交由 现实世界中的 民法机构 进行处置 我们一定要看一看 罗布勒斯元宇宙 在未来会发展 壮大到什么程度 并且要看一看 现在主宰着 罗布勒斯的这些年轻人 在长大成人后 又会创造出什么样的 新世界元宇宙 成年人在看到孩子们 在罗布勒斯中做的事实 通常会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觉得孩子们 玩的这个游戏 与其他网络游戏 相比更具正面意义 因此会松一口气 另一种是觉得孩子们 在这个游戏中 不过是漫无目的的嬉闹 聊天 东游西逛 因此非常不悦 德国诗人语剧作家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 表达过如下观点 人类同时拥有两种欲望 一种是感官的 物质性的欲望 另一种是理性的 精神上的欲望 把这两种欲望 统一在一起的 是潜藏在我们体内的 游戏冲动 游戏解放了人类 赋予人类美 只有实现了自由与美地人 才能追寻真正的意义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认为 游戏令人乐在其中 自在如意的原因 就是它不具有目的性 当你的孩子自由自在地 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快乐地玩耍时 我希望你可以从旁静静观察 甚至加入他们 漫无目的的游戏中 这样 我们才能更容易感知 那些获得自由与美地人 才能去追求的至高境界 虚拟世界中的时光穿梭 荒野大标课与赛博朋克2077 时光穿梭这个主题 常常出现在各种小说 电影 电视剧与网络漫画中 由此看得出 时光穿梭 大概是许多人的梦想 这个梦想 其实已经成为可能 至少目前已经在 虚拟世界元宇宙中出现了 在此我想介绍两个代表 不同类别的时光 穿梭元宇宙 它们一个通往过去 一个通往未来 第一个叫做 荒野大标课 Red Dead Online 这是一个回到过往的 虚拟世界元宇宙 由摇滚之星游戏公司 Rockstar Games运营管理 游戏真实在线了 1898年美国西部荒野年代的 现实主义景象 到处充斥着不法之徒 与治安景观的冲突 游戏玩家可以选择 扮演不同的角色 比如赏金猎人 商人 收藏家等 赏金猎人会根据村庄 或车站等地张贴的通缉令 追捕罪犯 把罪犯押送给治安警官之后 会获得一笔赏钱 玩家也可以忽略游戏中 给各个职业设定的游戏任务 单纯地体验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 比如去广袤天地间领略风光 去山林狩猎 去河里捕鱼 看到陷阱中的猎物 可以把皮扒掉售卖 或者制成其他物品 捕到鱼后可以架堆篝火 尝尝烤鱼 遇到走私的酒贩子 可以为它们跑腿转转小费 看到钓鱼比赛 可以加入碰碰运气 捞条最大的鱼 可以与元宇宙中的其他人 开火交战 也可以去往远方 搜寻奇珍异宝 有的时候 选一片安静的地方 扎寨露营 欣赏欣赏美景 放松放松心情 感觉也是极妙的 荒野大标客的 整个地图面积非常大 约7500万平方米 几乎相当于首尔面积的八分之一 你可能觉得 这个面积不算什么 但想象一下 如果仅凭两条腿 或一匹马 在真实世界中 同等大小的区域内移动 你就会意识到 这是一片多么广袤的地域 在元宇宙中 我们还可以 直接跨越到未来 进入像赛博朋克2077 一样的未来世界中 赛博朋克2077 由波兰游戏开发工作 是CD Project Red CD PR所创 游戏背景设在2077年 位于加州北部一个名叫 叶之城的都市中心 玩家进入的是一个 由各种街头帮派与大型公司 掌控的反无托帮式的未来世界 这里科技极其发达 城市未来却会暗阴森 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个世界中几乎全面崩塌 只有资本主义法则 大行其道 叶之城是一个警师 他让我们看到一个现代社会的大都市 在彻底陷入堕落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这里一面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密密麻麻 遮天蔽日 一面是垃圾成堆的游暗街巷 游荡着独隐成性 无家可归的人 这里没有中产阶层 只有精英阶层与陷入赤贫的底层人民 窘迫到走投无路的人 为了一两个铜板不惜杀人放火 到处都是为了在圈层中活命 而不得不抄起武器或改造自身机能的人 在叶之城中 人们可以通过机器改造或强化自己的身体 胳膊 腿 眼球 以及各种器官都可以进行替换 例如 可以把眼球换掉 在其中 增加许多扫描选项 等目光扫过路人时 就可以看出 对方的犯罪记录与职业 人们的脖子后部 安有一个装置 类似于电影 《黑客帝国》中尼奥 用来连接虚拟世界的插口 这个装置 与我们之前提过的脑机接口类似 叶之城中的居民 可以通过它与计算机相连 体验虚拟世界的生活 或进入别人出售的记忆 叶之城中 还有一套对人的评级系统 投过某种保险的富人 等级最高 一旦他们出现危险 由安防部队与医护人员组成的创伤小组 会立即出动到达他们的位置 采用任何必要的措施 展开营救 可是 对希望穿越几十年 进入未来的人来说 赛博朋克2077中的叶之城 只是一个想象中的虚拟世界元宇宙吗 如果我们客观 仔细地审视如今的世界 就会发现这样的景象 贫富悬殊不断扩大 社保体系难以为继 脑机接口与人体机能强化 成为企业的研究对象 商业保险与私人安保业务 蓬勃发展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还能确定未来的世界 不会是叶之城的样子吗 人们花时间进入 赛博朋克2077元宇宙是出于对未来的好奇与渴望 但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款游戏中的体验 在现实中成真 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元宇宙的较量 人工智能是一个吸引了广泛关注与讨论的话题 我们在Alpha围棋AlphaGo与围棋九段选手李适时的较量中已经看到 人工智能以软件与数据的形式存在 因此 人工智能也是虚拟世界中不容小觑的一种力量 在虚拟世界中 人工智能通常发挥三种功能 第一 用来管理虚拟世界中的NPC角色 在一款游戏中 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来构成一套连贯的世界观 推动剧情的走向 形成玩家之间的互动 如果一些角色比较中立 需要执行的任务重复性较高 或者如果由真人玩家来扮演 会过于无趣 那么这些角色就会由NPC来替代 通过人工智能对其进行控制 让他们像真人一样 在游戏中活动 这些角色对于丰富人们 在虚拟世界中的体验非常重要 因为总有一天 人工智能会在日常生活中普及 无处不在 而人们对于如何与人工智能交流和共处 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 有些担心 又有些兴奋 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随处可见人工智能NPC角色 如果他们面无表情 总是做出机械性的回应 我们会觉得失望 但如果一个人工智能形象灵动自如 细腻精巧 感受堪比真人 我们会非常惊喜 其实在虚拟世界中 我们已经在演习如何与人工智能机器人 和人工智能程序共处了 第二 通过人工智能管理整个虚拟世界 特别是用人工智能 来分析虚拟世界中的各种现象 找到问题并加以处理 一个由多人同时使用的元宇宙 哪怕在一天之内 都可以积累出海量数据 如此体量的数据 需要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析 帮助我们对未来人们在元宇宙中的行为 做出预判 对其中的规则进行调整 第三 有些看似是玩家 实则是人工智能程序的机器人 被安插进虚拟世界中 服务于某些用户 我们把这些人工智能程序称作代理机器人 这些代理机器人可以在元宇宙中代替玩家操作角色 与NPC不同 代理机器人对角色的控制 与真人对角色的操控方式一样 举例来说 假设我在元宇宙中是一个猎人 但我不想直接操控我的角色 于是我会使用一个代理机器人来替我操作 你大概会想 你来到元宇宙 就是因为想要享受这个世界 为什么反而找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你来控制自己的人物 其实这与每个人在游戏中的个人选择和目的有关 进入元宇宙 为了体验交流与探索乐趣的人不常使用代理机器人 使用他的通常是想在游戏中把人物快速升级四处炫耀的人 或是想快速集齐某些物品以出售给其他玩家来赚钱的人 代理机器人的使用在大多数游戏中都是被禁止的 甚至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的许多地区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 这是因为把代理机器人当成买卖来做的人 会给元宇宙造成难以计量的问题 代理机器人可以被装到许多台电脑中 通过少数几个人就可以管理操纵 在元宇宙中收集物资 通常这种做法被称为机器人农场Bolt Farms 或绝金农场Golt Farms 由于大量代理机器人可以同时在元宇宙中不知疲倦地进行操作 使用代理机器人的玩家可以垄断虚拟世界中的资源 正常用户无法再获得任何资源 这就背离了游戏开发商对元宇宙的设计初衷 经济体系与资源稀缺性在这里遭到破坏 元宇宙中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 20年前发行的网络游戏 巨商The Great Merchant中 曾经出现代理机器人泛滥的问题 这款游戏的背景设定在朝鲜王朝时期 用户在这里可以通过商贸网来赚钱 也可以通过战斗让自己的角色成长 在巨商中 玩家可以在元宇宙中的村庄里 建立一些被称作工会的大型基地 但吞并一个工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 与正常玩家通过直接控制自己的人物 来收集资源不同 由程序自动控制的代理机器人可以组团而来 一刻不停地采集资源 慢慢从其他玩家手中窃走大量工会 你可能也想到了 这个元宇宙中有对非正常操作进行举报的功能 然而结果却是代理机器人的使用者 普遍会对举报他们的游戏玩家进行打击暴富 导致清理这个元宇宙中的代理机器人越发困难 另外许多元宇宙为了给用户提供最佳的使用体验 会限制同时进入某一个区域的用户数量 由于代理机器人持续主宰着这些区域 正常用户完全无法进入 有一些物品只能在规定时间内使用 但由于用户无法在有效时间内进入元宇宙 导致购买了上述物品的用户大为恼火 正常用户中日被代理机器人搅得苦不堪言 于是最后玩家们关闭了巨商的FanCaf和论坛 游戏玩家的互联网社区 开始集体抵制这款游戏 代理机器人引发的问题 在许多元宇宙中屡见不鲜 有时候用户发现 被代理机器人操纵的人物后会攻击并杀死他 但有些代理机器人是被设定为群体出现的 他们会围攻并杀死这些攻击他们的正常玩家 这些元宇宙本是为人创造的 但最终却被人工智能绑架 当然 站在背后操纵这些代理机器人的 总归是贪得无厌的人类 这些问题常常造成正常用户 代理机器人用户与元宇宙运营方之间的矛盾 尽管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事件 只出现在巨商游戏中 但我很难不去联想 故事中有少数人控制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把人类推向世界边缘的事情 不会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创造人工智能是为了把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可是如果人工智能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如果掌握了人工智能 就可以轻易统一与控制整个人类 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人工智能与人类形成对立的局面 就像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已经多次出现的情景一样 在急于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并将其商用之前 有必要对元宇宙中已经出现的人工智能问题做一些深入思考 进入虚拟世界的公司 商业广告示威 堡垒之夜崛起 堡垒之夜是由一波游戏公司 Epic Games开发的一个大逃杀 Battle Royale类的元宇宙 大逃杀指的是摔跤比赛的一种类型 多位摔跤选手进入摔跤场地比拼 最后一位留在场地的选手成为赢家 后来 这个脱胎与职业摔跤比赛的说法 逐渐扩展到其他采取类似方式的竞技比赛与游戏中 极多人同时比赛 最后活下来的人胜出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 一波游戏公司在堡垒之夜元宇宙中 为著名说唱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 Travis Scott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用整个虚拟世界作为舞台 开场曲目畅想的瞬间 斯科特像一个巨人一样降临 期间每次更换曲目时 斯科特的扮想也随即改变 在一个场景中 斯科特周身燃起大火 随着整个背景被烈眼吞没 斯科特涅槃变身 成了一个半机械人 在另一首动感十足的曲目中 斯科特带领堡垒之夜的玩家腾空而起 一起飞向太空 这场演唱会 足足吸引了1230万名观众 堡垒之夜还与耐克合作 将耐克在现实世界中的产品 带进元宇宙 耐克旗下的空中飞人系列 Nike Air Jordan装备 在这个元宇宙中的商店里售价为1800伏币 游戏中的虚拟货币 这套商品系列被嵌套进游戏中 如果有玩家购买了这个系列 并且完成了游戏中的特定任务 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福利 堡垒之夜与漫威也进行了合作 把漫威电影中各种超级英雄使用的武器 在游戏中重现 这样的合作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创收模式 像耐克与漫威这样看上去与虚拟世界元宇宙 没有关系的公司 把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知识产权 授权给虚拟世界元宇宙来使用 并从中赚取收益 截至2020年5月 已有超过3.5亿人进入过这款游戏 从花样繁多的商业合作来看 一博游戏公司应该不只是把 堡垒之夜定位为一个单纯的大逃杀游戏 而是会尝试把它打造成自己旗下 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世界 目前如果要网上购物 我们需要打开浏览器 登录邮箱 然后打开一个窗口后 再次登录 如果想要使用通信软件 我们需要打开应用软件后 再去登录 许多人预测这种互联网的使用方式 以后会改变 他们认为 我们会在一个统一的元宇宙中工作 购物与他人交流 就像在真实世界中一样 获得综合的体验 尽管现在要说出这样的元宇宙 会是什么样 由谁来创造还为时尚造 但堡垒之夜未来的走向与动态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一博游戏公司的创始人 蒂姆·斯维尼曾经希望把 堡垒之夜打造成一个 源于游戏 但高于游戏的世界 他说虽然目前 堡垒之夜是款游戏产品 但他不确定未来 堡垒之夜会走向何方 与此同时 亚马逊前员工 现风险投资人马修鲍尔指出 堡垒之夜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此前想象中 能够涵盖一切的元宇宙 我相信几年之内 堡垒之夜能为我们呈现的 将不只是他现在的模样 奢侈品时尚行业的 虚拟世界之行 路易·威登与英雄联盟的合作 2019年下半年 法国奢侈品牌路易·威登 与拳头游戏公司 Rite Games 开发的游戏 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s 简称LAW 展开了一项合作 这家奢侈品牌的母公司 是路易·威登集团 LVMH 其旗下有约60家子公司 涉及时尚 化妆品 配饰等领域 英雄联盟的游戏背景 设定在一片叫做符纹之地 Runi Terror的行星之上 围绕大约150名英雄人物 展开争斗 每名英雄都有不同的职业属性 或子属性 比如刺客 战士 坦克 法师等 到2019年为止 英雄联盟同时在线的用户数峰值 超过了800万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The World Championship 保持着所有电竞赛事中 最高的收视记录 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规模 2018年11月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决赛大战 吸引了9960万观众 几个月后的 2019美国橄榄球联盟超级晚 NFL Super Bowl 年度冠军赛 也不过只有9820万观众收看 路易威登与英雄联盟 以两种方式进行合作 第一种是在游戏中 使用带有路易威登标志的皮肤 游戏中的皮肤 可以用来改变角色的外观后玩家的游戏界面 对应到现实世界 类似于我们穿的衣服 或房间内的壁纸 如果玩家想要自己在游戏中的角色 穿上路易威登的服装 需要花10美元购买一个路易威登的皮肤 第二种合作方式 是在路易威登现实世界的产品里融入 英雄联盟中的图标与人物角色 直接把该系列产品 命名为Oxlo联盟款进行销售 奢侈品与体育赛事 进行搭档的理念听上去是否有些奇怪呢 这些联盟款产品的售价 与路易威登其他产品系列的售价差别不大 比如 一件印有英雄联盟图案的联帽衫 约为3000美元 同系列中的皮夹克 售价约6000美元 路易威登还为2019年度 全球英雄联盟总决赛的冠军奖杯 定制了带有路易威登标志性字母 印花图案的皮箱 路易威登与英雄联盟的合作 并非游戏合奢侈品时尚行业的首次跨界合作 早在2016年 路易威登就使用过 史克威尔埃尼克斯公司 Square Enix开发的游戏 最终幻想13中的一个角色来做模特 这个角色就是有着亮粉色头发 手持常见的女主角雷光 2012年 雷光还为普拉达品牌 做过模特 2020年6月 英国奢侈品时尚公司博百利 推出了自己的原创游戏 一家全球奢侈品时尚公司 竟然会制作游戏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但如果了解了这家公司的目的 你大概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博百利推出的是一个冲浪竞技游戏 名叫B-SERF冲浪小精灵 用户可以通过博百利的主页登录游戏 免费与世界各地的其他用户体验一把冲浪比赛的乐趣 在进入比赛之前 玩家需要选择一套服装与冲浪版 而所有可供选择的物品都是博百利的TB夏季专属标识系列产品 博百利给每位进入这个元宇宙中的玩家赠送一套虚拟的冲浪服装 寄希望于Z世代玩家会喜欢元宇宙中的这些产品 并会在真实世界中使用 这并不是博百利首次试水游戏制作 2019年 博百利带来了一款叫做弹跳小路B-Bounce的小游戏 游戏玩家可以为他们的小路角色选一套TB 专属标识图样的羽绒夹克 然后操控角色向月亮的方向蹦跳 这款游戏在六个国家发售 包括英国、韩国、美国、中国 游戏排名最高的玩家 还可以获赠一件博百利加克服 市场营销代理公司PMX曾预测 到2025年 Z世代将占据全球45%的奢侈品市场 他们也是路易·威登和博百利未来的目标客户群 这些奢侈品牌涉足游戏行业 正是为了摆脱自己过去偏成熟的形象 为与Z世代直接建立沟通所做的尝试 像我的世界、罗布勒斯、堡垒之夜 这样的大规模元宇宙 同样也把目标对准了年轻一代 如果一家公司想把产品更高效地推广给年轻一代 与其绞尽脑汁地把它们拽进现实世界中 倒不如打入潜在客户常常光顾的元宇宙 相比真实世界 用户在元宇宙中更容易快速获得各种产品全方位的深度体验 这正是即使你所在的公司或机构与游戏 数据技术或信息技术没有什么关联 你也应该对元宇宙多保持一点关注的原因 科幻电影走进现实 头号玩家与半衰期 艾利克斯 头号玩家是一部改编自恩斯特克莱恩 同名小说的电影 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指导 并于2018年上映 电影中描绘了一个虚拟现实游戏 名叫绿洲 影片背景设定在2045年 当时城市都掌握在各大公司的手中 上百万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 通过虚拟现实设备进入绿洲快意人生 以此逃避 灰暗无光的惨淡现实 影片中登陆绿洲所用的虚拟现实设备 与我们现在使用的虚拟现实设备非常相似 在影片中 一手创造了绿洲的大股东哈利迪 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遗嘱 声明他将把绿洲的运营权 与自己的全部股份 留给能找到他藏匿在游戏中的彩蛋 游戏 电影 书籍中的隐藏信息或功能 的人 为了找到这个珍贵的彩蛋 企业巨头创新网络实业公司 Innovative Online Industries 简称IOI派遣了一批自己的雇员 全力以赴开始搜寻 影片主要讲述的 是一个名叫维德沃兹的小伙子 与IOI公司斗智斗勇 历经磨难 最终第一个找到彩蛋的故事 这个叫绿洲的虚拟现实游戏 就是一种虚拟世界元宇宙 它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地方 首先 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发出一个 具备绿洲水准的虚拟世界元宇宙 能让置身其中的人 被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所包围 到目前为止 在逼真程度上 能够代表当下最高水平的 虚拟现实游戏当属 2020年3月发售的 半衰期 艾利克斯 Half-Life by Lakes 这款游戏讲述的是 人类抵抗外星人入侵的故事 头号玩家与半衰期 艾利克斯所呈现的世界观 有很大不同 我们在这里 仅关注技术层面 如果用现阶段 最高水准的虚拟现实游戏 与电影中的虚拟世界绿洲相比 高下如何 如果想在游戏 半衰期 艾利克斯中 获得较好的体验 需要使用最高配置的电脑 与虚拟现实设备 因为这个游戏文件本身 就有48G之大 体验过这款游戏中 虚拟现实技术的人 无一例外会感到惊艳 人们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认为与此前的 虚拟现实内容相比 这款游戏在玩家眼前 呈现出的图像细节 精致了许多 手里拿着某件物品时 甚至会有重量感 而且游戏中出现的 几乎任何物体 都可以直接触摸与操控 然而 依然有许多功能 还没能完全实现 比如 当拿起一件东西时 你体会不到 接近真实的触感 也很难做出一个 允许用户通过走 跑 跳等方式 控制角色移动的空间 虽然现在 已经有一些 虚拟现实设备 可以部分实现触感的传递 或对跑动的感知 但无论在功能上 商用性上 还是经济可行性上 它们与影片中 绿洲的配套设备 都相去甚远 究竟如何做才能提高 虚拟世界元宇宙中的 逼真感 尚未可知 或许采用手套与眼镜的形式 会成为虚拟现实设备的 惯用标准 也有可能我们之前提过的 脑机接口形式的设备 会更加普遍 不过 考虑到技术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目前采用前一种方式的 商用研究方向比较多 如果换一个角度 我们或许应该想一想 是否真的有必要实现这样的技术 让人在虚拟世界中 获得与真实世界无异的体感 或者说是否本就没有研究这种技术的必要 创造一种技术 完美在线 真实世界中的感觉 一旦造成人们 无法分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 很有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 我们必须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包括哲学界 宗教界及法律界 审慎地考虑人类 是否需要这样一种技术 来模糊真实世界 与虚拟世界的边界 其次 影片中大型企业IOI 命令员工登陆绿洲 去搜寻彩蛋的事情 也值得思考 此前我们讨论过 魔兽世界中的哈卡风波 当时是游戏开发商 暴雪直接介入游戏 与用户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共同阻止了传染的蔓延 尽管暴雪的员工 并没有佩戴虚拟现实设备 但他们的工作场所 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拟世界元宇宙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 只需要在虚拟世界中开展的工作 未来需要有这样的员工 在元宇宙中维持秩序 给用户提供帮助 寻找特定物品 甚至举办演唱会 亚马逊前员工 现风险投资人马修鲍尔认为 未来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会有很多不错的工作岗位需求 据他预测 生活在郊区的人 能够以较低成本买房 他们有可能通过虚拟世界元宇宙 为自己谋一份营生 同时免去诸多通勤的麻烦 什么是一份好工作的标准呢 如果一份工作 完全是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进行 完全独立于真实世界 你愿意做吗 如果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创立一所大学 你愿意来我们学校任教吗 我一定会谨慎思考 非常小心地做出选择 政客涉足元宇宙 拜登在动物森友会安营扎寨 2020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 多款游戏的销量 与使用量大幅增长 其中一款游戏的表现 格外亮眼 那就是任天堂出品的 集合了 动物森友会 Animal Crossing New Horizons 在这款游戏中 玩家可以在自己的荒岛上 进行开拓与建设 通过分享一个验证码 就可以邀请其他玩家 来到自己的岛屿上游玩与交流 自2020年3月发售以来 这款游戏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就售出了2240万份 任天堂的营业收入 由此同比上升了108% 玩这款游戏 需要使用Switch游戏机 但由于当时游戏爆火 2020年春季 任天堂的游戏机 出现大面积断货 公开市场上一部任天堂游戏机 能卖到厂家指导价的两倍 甚至有些年头的 二手游戏机的售价 也能抵得上一部新机 新冠肺炎疫情 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切断了人们 与外界的直接联系 这款游戏提供了一种 轻松愉悦的氛围 可以让玩家安全地 在其中享受 与人互动的自由 比如有人喜欢在自己的小岛上 开家寿司馆 或是建索艺术学校 邀请别人 来自己的地盘上坐坐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得益与用户在其中互动的便捷性 集合了 动物森友会迅速风靡各地 成了一片沟通交流的元宇宙 这样的机会 自然不会被一些政客错过 第59届美国总统大选 在时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与前副总统 乔拜登之间如火如荼地展开 作为一种竞选宣传手段 拜登走进了虚拟世界元宇宙 在集合了 动物森友会中 开辟了自己的一个小岛 取名拜登总部 他把自己小岛的验证码 对游戏中的所有玩家开放 邀请选民前来参观 这个岛分为两个主要区域 一个是拜登的竞选办公室 走进这间办公室 你可以看到一个摆满了 笔记本电脑与宣传单的空间 四处张贴着海报 印有拜登年轻时的样子 与他母校的标志 另一片区域是一个投票站 这里有许多鼓励选民 参与投票的海报 详细告知了投票日期 与投票流程 岛上有一个代表拜登的人物形象 如果与他讲话 他会随机回复一条 拜登的竞选口号 这里还有一个区域 供用户拍照留念 很多用户还会把造访过 拜登小岛的照片 积极地上传到社交媒体上 虚拟世界与生命日志元宇宙 在此形成交汇 玩家参观拜登小岛的视频 还被放到了Twitch视频网站上 供没有任天堂游戏机的选民观看 Twitch与YouTube类似 是一个视频流媒体平台 只不过主要用来分享与游戏相关的视频 其实拜登并不是第一个把元宇宙作为竞选阵地的人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在他的竞选活动中 便用到了我们之前讲过的增强现实游戏 宝可梦G欧 一直以来 报纸 电视辩论 公园 集市 都是政客与选民进行沟通的主阵地 然而年轻人已经很少去关注报纸 电视等传统媒体了 他们在元宇宙中花的时间 远比在公园与集市中多 因此 政客与选民间的沟通模式 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集合了 动物森友会恐怕只是一个开始 元宇宙的未来 语音暗面故事5 未来会出现记忆交换与天堂服务器吗 记忆交换 Memory Exchange 是我在2018年7月写的一部小说 这部科幻小说描绘了现存的神经系统技术 与某些指日可待的特殊技术 给我们的生活与世界 制造了什么样的冲突 我已经与韩国广播公司 KBS达成一致 将这部小说拍成电视剧 记忆交换的时代背景 可以理解为当今世界或不远的将来 是一个神经科学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代 一个叫做王牌公司 The Company的神秘组织销售各类神经科学技术产品 用来操纵人的记忆 王牌公司的多数创始人已经去世 但他们依然活在一个叫做天堂服务器的元宇宙中 延续着现实世界中的生活 天堂服务器可以说是将死之人的圣殿 在这个虚拟世界元宇宙中 宾死之人 未经损坏的脑神经通路可以与计算机相连 他的意识与认知活动将保留在计算机网络中 尽管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在现实世界中死亡 大脑却在天堂服务器的虚拟空间中 继续着未来的生活 能够与其他相同处境的人进行互动 生活在天堂服务器中的人 感受到的时间流逝比现实世界中要慢许多 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一年 在天堂服务器中感觉像过了十年 天堂服务器是一个虚拟世界元宇宙 它不是由键盘、鼠标或其他穿戴式设备进行控制 用户也不是从监视器或虚拟现实眼镜中看世界 在这个元宇宙中 人是通过直接连接脑神经通路而存在的 如果我们将第三章中提到的脑机接口技术加以改进 像天堂服务器这样的元宇宙 可能就不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象了 人类总想追求永恒的生命与无尽的创新 在这样的欲望推动下 我想技术的进步有可能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元宇宙中 对天堂服务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感兴趣的读者朋友 可以读一读小说 记忆交换 不过为了大家能够先读为快 在这里我截选了小说中一段关于一封神秘来信的故事 这封信是由王牌公司已故的 前任总经理乔写给他在现实世界中的继任者瓦努的 乔此前得了不治之症 如今活在天堂服务器中 一封天堂服务器的来信 瓦努 见字如面 望你一切都好 这封信还没有过审 一般情况下没有经过创始人审查 任何信息都无法从天堂服务器发送到人间 不过我很小心地找了另一条隐蔽的通路 相信这封信可以完好的到达你手里 据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有几周的时间了吧 不过在这个地方 感觉像过了好几个月 你还会经常想起我吗 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平静 时常和梅在河边与林间小路散步 大多数晚上 等没睡着后 我会坐在门廊尽头点上一支烟 再配上一杯福特加 享受片刻 极其难改 但终于不必再有什么负罪感了 毕竟不会再有身体上的疼痛 只是我现在还在为王牌公司服务 即使我已经来到了天堂 你一定很好奇天堂服务器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吧 其实我常常在想 用天堂指在这里是否恰当 不可否认的是 这里的生活富足多了 痛苦也少了许多 但要说这里是天堂 我觉得言过其实了 我不知道我梦想中的田园木戈 是什么样的 但绝不是眼下这个地方 绝不是 如果说这里就是天堂 那么你那里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世界 也一样算得上天堂 在来天堂服务器之前 我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样的 想象中在这个世界里 人大概不必异于外物 不会再为争权夺利 而明争暗斗 能够和平相处 毕竟这里所有的东西 说到底不过是服务器中的一些数字罢了 只可惜 这里与人世间一样 依然随不得心 做不得主 人们依然盈盈狗狗 苦难依旧 说到底 这才是他们这些创始人想要的 当年建立了王牌公司的那批创始人 现在大多数都生活在天堂服务器中 或者说正掌控着这里 他们一定也想过 如果放任自由不加约束 恐怕无法按他们的意愿 合理的引导 确切来说 是控制我们 他们采用的方式 简单明了 在这里加诸与地球上同样的约束条件 来控制我们 其实无论买一份牛排 还是冷饭 这里所有的交易 都不过是数字量化值而已 但这些数字成了区分与支配天堂服务器中 所有人的工具 我什么都明白 但我依然每次还会想要牛排 会选择牛排 说的再直白一点 我们的喜好与选择是有人支配的 如果你知道这些创始人 直到现在都在频繁干涉你所在的世界 大概会很惊讶吧 我不知道他们是想保护王牌公司 还是想保护天堂服务器 也许两者皆有 瓦弄 小林会保护你的 但我也请求你 一定要保护好它 天堂服务器中有一个区域叫名府 坦白讲 它其实是一个监狱 是这个世上最恐怖的监狱 毫不夸张地讲 这个地方跟它的名字一样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狱 他们把人们在人世间对地狱的想象 全部搬进了名府 试图反抗创始人的人不会被杀掉 或者说他们的大脑连接不会被切断 而是会遭到最残酷的惩罚 被囚禁到名府 永世不得离开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关在那儿 但我知道小林的妈妈在那儿 她也是最初的创始人之一 是王牌公司最早的成员 进入天堂服务器后 其他创始人的所作所为 让她彻底幻灭 于是她试图终结天堂服务器 为此她被关进了名府 我不知道这一切 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但应该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对她来讲 大概会感觉 已经在地狱中煎熬了几十个年头了吧 小林知道这一切 我无法猜测她是怎么想的 但我敢肯定 她现在还在为王牌公司服务的原因之一 就是想要来到这里救她的母亲 我也有可能被关进名府 考虑到天堂服务器 与王牌公司依然非常强势 而且还有许多人被困在名府 想要完成我的计划 并不容易 但我不在乎 我每天已经与行走在地狱无异了 瓦努 我很抱歉把你带到了这个公司 但总要有人接过我在人世间的工作 如果不是你 今天恐怕也会有别人 接受我这份歉意 我希望我的计划能够成功 这样我以后就不用总对你说抱歉了 我恐怕无法再跟你联系了 我希望你有理 还有其他来到王牌公司的人 都能照顾好自己 有时候 真怀念跟你一起喝的那口白山柠檬酒啊 保重 保重 我可以让你认识